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要说起泰国 大家应该都会想到随处可见的寺庙 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 国内确实拥有许多文明世界的佛教寺庙 在距离曼谷以西约40公里的三分区 就坐落着一座堪称全球最霸气的庙宇 Wat Sanfren 不过这座庙宇虽然气势磅礴 却至今很少人知道 Wat Sanfren是一座粉红色的寺庙 总共有17层80米高 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有一条巨龙从地面环绕楼身盘旋着楼顶 而楼顶上的龙头凝视着远方 看起来栩栩如生 因此它又被称为龙庙 这条盘旋的巨龙 有着绿色的鳞片 还裹着金色的线条 它的笼罩紧紧抓住楼身 象征着巨龙在保护寺庙 空心的笼身实际上是这栋高楼的楼梯 但因为年久失修 攀爬起来比较困难 而且 17层的寺庙 也只有一到两层可供游客参观 3到16为僧侣专用 未经允许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进入 而负一层 则是寺庙管理人员的办公场所 到现在为止 这座奇特建筑的来历仍是一个谜 虽然当地有不少人会去祭拜 但它实际一直没有突现在旅游地图上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不过 这么巴西的庙宇 终究会被人发现 也有网友在看过这座建筑后感叹 它竟然不是中国人 毕竟一直以来 龙都是中国人的图腾 中国古代 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 他们虽为丫鬟 身份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罪以窥见鬼坊之乐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感兴趣的朋友